一見面先握手寒暄 新中央陳建仁親自接見 前一天才在高雄宣布 吹用全球最大半導體製造基地的美商 英特格高階團隊 樂見我們英特格公司 肯定台灣在半導體產業 所扮演的重要地位 認同台灣是值得跨國企業 信賴安全的投資地點 陳建仁特別強調 台灣絕對是安全投資環境 似乎也是衝著股神巴菲特而來 因為巴菲特日前聲稱 減持台積電股票 是因為面對中國威脅 台灣淪為經商危險地點 不是公司不好 而是地點不好 而這番說法 就連駐美代表肖美琴也不滿 接受外媒專訪 肖美琴就特別點出 台灣是全世界最安全 最可靠的經商據點 但除了英特格之外 曾退出台灣市場的 美國連鎖冰淇淋店 冰雪皇后也強調 正在探索新市場 台灣也在考慮範圍內 而不只外商企業用行動 證明台灣擁有安全投資環境 英國前首相特拉斯 十六號也將訪台 還在推特放上台北一零一夜景照 說自己很高興 能在重要時刻訪問台北 將竭盡所能支持台灣民主選舉 大家都認知到了整個台海周邊 是超過一半以上的貿易量 都必須經過這邊的海域跟空域 那大家就必須共同的 來維護台海的安全 面對中國文攻武嚇 跨國企業跟國際盟友 用行動駁斥 台灣市投資危險島說法 三立新聞李維廷都不知英特報道